好,那今天这堂课是要跟大家简略地介绍Diffusion Model的基本概念 其实Diffusion Model有很多不同的变形 以下的说明主要来自最知名的Denoising Diffusion Probabilistic Model 大家常常提到的DDPM 那今天其实比较成功的那些用Diffusion Model做的影像生成的系统 比如说Dali或者Google的Imagen或Stable Diffusion 基本上都是用差不多的方法来作为他们的Diffusion Model 好,那这个Diffusion Model是怎么运作的呢? 运作的方法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它是怎么生成一张图片的 在生成图片的第一步是你要去sample一个都是杂讯的图片 就是你sample出一个从Gaussian Distribution里面 你也sample出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里面有的数字 这个Vector的Dimension 跟你要生成的图片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假设你今天要生一张256乘256的图片 从Normal Distribution sample出来的那个Vector 它的Dimension就要是256乘256那么多 那就把你sample到的那个256乘256的Vector 排成一张图片的样子 好,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有一个Denoise的Module Denoise的Network 那等一下会讲说这个Denoise的Network内部长什么样子 这个Denoise的Network从它的名字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说输入一张都是杂讯的图 那输出它就会把杂讯滤掉一点 那就可能看到有一个猫的形状 然后呢,再做Denoise 那猫的形状就逐渐出来 那这个Denoise越做越多越做越多 期待最终你就看到一张清晰的图片 那这个Denoise的次数是事先定好的 那我们通常会给每一个Denoise的步骤 给它一个编号 那产生最终图片的那个编号比较小了 那一开始从完全都是杂讯的输入 开始做Denoise的编号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边就从1999一直排到2排到1 那这个从杂讯到图片的步骤 它叫做reverse的process 那在概念上这件事情 其实就像是米开朗基罗说的 这个雕像其实本来就已经在大理石里面 它只是把不要的部分拿掉 Diffusion model做的事情就是一样的 本来图片就已经在杂讯里面 它只是把试作杂讯的部分把它滤掉 就产生一张图片 好那以下呢 我本来是想用mejourney 把这句话的意境呈现出来 后来发现其实有点困难 我直接把这句话丢到mejourney里面 它就画了一些雕像的半成品出来 就ChangeBT有一个专门把这个pump改成mejourney 可以吃的pump的咒语 然后生一下看起来是这个样 看起来是不太行 然后后来我决定自己手动输入 然后我输入的句子是类似 有一个大胃像在石头里面 但是看起来mejourney还是没有很懂这个意境 它没有办法画一个大胃像在石头里面的感觉 我想说它可以画一个有点透明的石头 然后里面有一个大胃像 看起来我pump的功力非常的弱 没有办法让它画这件事情 你如果看这个mejourney的那个discord 里面的人都画出来的图都让我叹为观止 非常地羡慕 每个人都是涌唱大师 所以我涌唱的技巧还非常地不纯熟 没有办法把我心中想要表达的意境画出来 好 那接下来就要讲这个denoise的model了 好 那从这个图上看来 你可能会想说这个denoise的model是不是同一个呢 是不是同一个denoise的model反复用很多次呢 是 我们这边是把同一个denoise的model反复进行使用 但是因为在这边每一个状况 你输入的图片差异非常大 在这个状况你输入的东西就是一个纯杂讯 在这个状况你输入的东西它杂讯非常小 它已经非常接近完整的图 所以如果是同一个模型 它可能不一定能够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怎么办呢 你这个denoise的model 它除了吃要被denoise的那张图片以外 它还会多吃一个输入 这个输入代表现在noise严重的程度 然后1000代表刚开始denoise的时候 这个时候noise的严重程度很大 然后1代表说现在denoise的步骤快结束了 这个是最后一步denoise的步骤 那显然杂讯很小 那这个denoise的model希望它可以根据我们现在输入 在第几个step的资讯做出不同的回应 所以这个是denoise的model 所以我们确实只有用一个denoise的model 但是这个denoise的model会吃一个额外的数字 告诉它说现在是在denoise的哪一个step 好那denoise的model里面实际内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在denoise的模组里面呢 它实际上有一个noise predictor 这个noise predictor做的事情 就是去预测说在这张图片里面的杂讯长什么样子 这个noise predictor就吃这个要被denoise的图片 跟吃一个noise现在严重的程度 也就是我们现在进行到denoise的第几个步骤的代号 然后呢就输出一张杂讯的图 它就是预测说在这张图片里面杂讯应该长什么样子 再把它输出的杂讯去减掉这个要被denoise的图片 然后呢就产生denoise以后的结果 所以这边denoise的model并不是输入一张有noise的图片 输出就直接是denoise后的图片 它其实是产生一个输入的图片的杂讯 再把杂讯扣掉输入的图片来达到denoise的效果 那你可能会想说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为什么不直接任一个n2n的model输入是要被denoise的图片输出 就直接是denoise的结果呢 你可以这么做 你可以这么做 那我在文献上也看过有人这么做 不过现在多数的论文还是选择任一个noise的predictor 因为可以想想看 产生一张图片跟产生noise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今天你的denoisemodel可以产生一只带杂讯的猫 那它几乎就可以说它已经会画一只猫了 那所以要产生一个带杂讯的猫 跟产生一张图片里面的杂讯 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直接任一个noise predictor可能是比较简单的 任一个n2n的model要直接产生denoise的结果是比较困难的 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训练这个noise predictor呢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一个denoise的model是一个noisy的image 然后是一个现在在denoise的step的数目的step的ID 然后产生denoise的结果 我们又告诉你说其实denoise的model里面是一个noise predictor 它是要吃这张图片吃一个ID 然后产生一个预测出来的杂讯 但是你要产生出一个预测出来的杂讯 你得要有born truth啊 我们在训练network的时候 你就是要有pair data才能够训练啊 你需要告诉noise predictor 这张图片里面的杂讯长什么样子 它才能够学习怎么把杂讯输出出来啊 那这件事情怎么做呢 怎么制造出这样子的资料呢 好这个noise predictor啊 它的训练资料是我们人去创造出来的 怎么创造呢 它的创造方法是这样 你从你的database里面拿一张图片出来 你自己加噪音进去 就random从gaussian distribution里面 sample一组杂讯出来加上去 产生有点noise的image 那你可能再sample一次 再得到更noise的image 以此类推 最后呢 整张图片就看不出来原来是什么东西 你把你的手上的 有的照片呢 都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个加噪音的过程啊 叫做forward process 又叫做diffusion process 那做完这个diffusion process以后 你就有noise predictor的训练资料了 怎么说呢 对noise predictor来说 它的训练资料就是 这一张加完杂讯的图片 跟现在是第几次加杂讯 是navo的输入 而加入的这个杂讯 就是navo应该要predict的输出 就是navo输出的光数 所以你在做完这个diffusion process以后 你手上就有训练资料了 你就告诉noise predictor说 看到这张图 看到第二个step 输入二这个数字 你要输出是什么 你的光处就是一个长这个样子的noise 就接下来就跟训练一般的navo一样 train下去就结束了 好那但是我们要的不只是深图而已 刚才讲的好像是只是从一个杂讯里面 伸出图还没有把文字考虑进来 那要怎么把文字考虑进来呢 那在下一页后影片就会讲怎么把文字考虑进来 但是在讲怎么把文字考虑进来之前 是7万张图 那7万张图当然非常的少 imagenet它是每一张图片有一个类别的标记 还不是那个图片的描述 不是像Cat in the snow这样图片的描述 它只是每一张图有一个标记 然后它有100万张图片 我们先用这个圆圈的大小来代表图片的数量 我告诉你今天这些你在网路上看到的非常厉害的 什么meat journey啊stable diffusion啊或者是dali啊 它们的资料往往来自于lion lion有多少image呢 5.85billion的图片 有58.5亿张的图片 所以如果你把图片的数量换算成这个有原色的圈圈的话 imagenet你可能以为已经很大了 lion有这么大有这么多图片 所以难怪今天这一些模型可以产生这么好的结果 那lion其实有一个搜寻的demo的这个平台 你可以去里面看看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图片 那里面真的是啥都有 比如说猫的图片呢 它不是只有猫的图片跟英文文字的对应 它还有跟中文的对应 还有跟日文的对应 所以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那一些影像生成模型 不是只看得懂英文 你给它中文它八成都也看得懂 那是因为它的训练资料里面 也有中文跟其他的语言 你可以事实上在里面你找得找得到自己的照片 我是试一下我是找不到自己的照片 蛮多名人的照片 比如说川普那个随便一找就一大堆 所以你也不用意外说 为什么那个me journey都画得出川普 因为他就是知道川普长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准备的训练资料 好那有了这个文字跟影像成对的资料以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Denoise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Denoise的时候你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把文字加到Denoise的模组就结束了 所以现在Denoise的模组 不是只看输入的图片做Denoise 它是根据输入的图片 加上一段文字的叙述 去把Noise拿掉 所以在每一个step你的Denoise的模组 都会有一个额外的输入 这个额外的输入就是 你要它根据这段文字的叙述 生什么样的语练 好那这个Denoise module里面的 Noise predictor要怎么改呢 你就是直接把这段文字给Noise predictor 就结束了 你就要让Noise predictor 多一个额外的输入 也就是这段文字就结束了 好那训练的部分要怎么改呢 你现在每一张图片都有一段文字 所以今天你先把这张图片 做完Diffusion的process以后 你在训练的时候 不只要给你的Noise predictor 加入杂讯后的图片 还有现在step的ID 多给一个就是文字的输入 然后Noise predictor 会根据这三样东西 产生适当的Noise 就这样 产生要去消掉的Noise 产生这个光处 这个就是DDPM完整演算法的Algorithm 从它原始论文里面直接结出来的 就这样 没有更多东西了 就这样 然后但是这两个Algorithm里面 其实还是暗藏一些玄机 这个我们就留着 下次再跟大家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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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